MING PAO 除了買手工選擇 市面上也有不少相關的工作坊 讓客人自己剩下的選擇 那他們在吸引的地方是甚麼 我們繼續跟Edmond聊天 Edmond,也知道你們有做工作坊 可否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也做過不同的工作坊 現在可能也有做的 包括有一個可能是蕃茄的工作坊 讓你們體驗如何做一塊的蕃茄 其中一塊是我們第一次出坡 第一次的蕃茄 另外也有一個擴香瓶的工作坊 那個比較自然 可能讓你有一段正常 去發揮自己的創意 去做一個自己的標本擴香瓶 為何當初你會想到教班 我想工作坊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讓你知道我們怎樣做 就是做這些過程 可能你做了一個工作坊後 你就知道原來蕃茄很難做 或者需要一些甚麼化學程序 原來這樣會產生 其實你會更加知道背後的理念 或者知道背後的概念 之後你會更加珍惜翻譯 有甚麼類型的人會跟你上課嗎 其實也沒有 可能從小時候 我們試過20歲左右 到50多歲的依依 都會來參加我們的訓練 他們是想體驗一下 到底這個過程是怎樣的 我想是想知道怎樣做 有些可能是打髮時間 也有些可能因為自己的皮膚有敏感 可能他也會用天然蕃茄 想知道怎樣做 在教班的時候 有特別難忘的經歷嗎 也有 因為做蕃茄的時候 過程比較久 當時我們也是讓兩個人 一組做蕃茄 做出幾個蕃茄 其實有些可能會是雙方 然後他們可能當作拍拖活動 可能在過程中女生不夠力 然後男生又要在一起打 很甜蜜的 最後可能吸引有些心心 這件事當作共同製造的製成品 好像很多情侶 很多都不知道去哪裡玩 就變成了可以有一個製成品 然後有一個回憶 對 Edmond,知道你們有手工鹹可以製造 可否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可以體驗一下嗎 可以 其實蕃茄是用油和鹹來製造的 這是化學過程 當中把油加鹹變成一個蕃茄 當中產生金油 一個保濕的金油 所以今天我們要用到 有油、鹹和水來製造 即是三種主要的東西 對,因為我們製造這個蕃茄 其實也是我們品牌第一件產品 就是用72%的橄欖油 再加椰子油和植物油 沒有加入香精 所以很多敏感的人 皮膚有問題 或小朋友或孕婦也適合用 即是順天然 對 那我們可以開始吧 好,首先我們先製作水 這個水要175克 我今天是小助手 175克 不要緊,多了就倒進去 因為做蕃茄的份量一定很準確 一定是剛剛好 很準確的 所以一定要做到剛剛好 雙餐可能是1克、2克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要薄用這個蕃茄 做蕃茄時用到輕氧化辣 需要用到72克 對 你把蕃茄計算是剛剛好 是71克,不是73克 是72克 對 好,我這個會比較小心 對 這是粉,所以多加一點都容易不分 對 72克,差不多了… 稍微等 好 剛剛好 我們可以先把鹼倒進水裡 過程中間會發熱 所以這是一個少許危險的過程 看看旁邊已經有熱 其實溫度也可以很高 尤其是煮一個大攀的蕃茄時 會更高 因為這是鹼和水的化學作用 所以這個過程要小心 其實我們會做一個冷製法的蕃茄 其實冷製法要將油和鹼 保持四十多度來做 冷製法 但它是否有另一個方法 可能有冷就有熱 對,其實冷製法的相反 當然是熱製法 冷製法保持四十度 你想想,我們很多時候吃東西 因為高溫就會破壞了營養 跟養度也放在蕃茄上一樣 熱製法的蕃茄 可能做的時間會較短 因為它的熱力會令蕃茄的化學過程 而做一個冷製法的蕃茄 可以保持營養 不過營養較好,對皮膚較好 不過它的不好處就是需要時間 做好蕃茄後 我要等四個星期才可以用 即是熱製法會較短 我們這個冷製法要等 稍為長一點的時間 對… 冷凍後,我們下一個步驟是甚麼 我們要量度500克的油 這就是我剛才跟你說 我們用了72%的橄欖油 有椰子油和植物油 這個是500克? 對 所以可以… 晃死一點 這裡可以做到五塊 平時大概100克左右 不過你想想,如果給你100克 就會太少了,很難去做 所以通常在我們工作室 我們會做幾塊的蕃茄 好的 油是否一定要用橄欖油 還是可以用甚麼油 其實有很多種油 其實在外面做蕃茄的話 可能用的油多達幾十種 對,而不同的油都有不同的特性 有些可能對頭髮較好 有些可能親膚較好 有些可能起泡能力較好 所以這就是做蕃茄的肥造師 是怎樣做一個配方 我們看看溫度 46度 對,46度 其實跟這個溫度 也不是相差很遠 我們也大概40度左右 溫度太大,對蕃茄不好 溫度10度以來就可以了 就可以混合下去了 對,可以調整味道 不要浪費了 不要浪費了 對… 很有營養 對 好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做了 在我們工作室中 我會鼓勵學員用手去做 在這個做的過程 其實要把油和水混合 油和水混合很難 對,不過因為我們當中多了鹼物 而鹼水和油就可以混合 不過也需要一段時間 其實72%橄欖油 越多橄欖油的時候 其實要攪拌的時間是更久的 我大約要攪拌多久呢 這個大概九個字左右 即是我要這樣攪拌?九個字 對,不過我預約一個攪拌 讓你可以輕鬆一點 謝謝你 你看到它開始濃稠 對,顏色有點不同 對 不過你看到你仍然在分離 你看到油和水都在分離 其實一個最好的番茄 做到甚麼為之可以 就是要看到像做蛋糕混合的狀態 就是一個很濃稠的 你應該看到很想吃的蛋糕混合的狀態 我的樣子有點驚訝 原來很普通的一個番茄 如果你真的輕鬆的話 會浪費很多時間 對,所以我們為何要做 一個番茄的體驗班 因為想學員知道 其實一副番茄不是那麼容易 對 首先你要冷製 等的時間要幾個星期 做的時間亦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你更加… 原來不是可以浪費用它 要更加珍惜的番茄 有於時間的關係 第二次的關係 我們就是用這個番茄 來製作 讓我先幫你打一下 我幫你打開 真的很遠 對 你看到它的顏色 開始有點不一樣 對 即使用攪拌器也可以用長時間 可能要大約兩、三個字 我至少要10分鐘 對 你讓我試試 好 讓我體驗一下 不要太高,否則會彈出來 明白 對 我按住,然後就這樣攪拌 對 所以太高就會容易做出來 所以你明白 你說如果做100克的番茄 就會很難打 明白 所以要做幾個 我們會比較容易打 好像南瓜糊 對,因為它更淺色 就會很混合 我感覺到它開始很濃稠 對,其實也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看一看 其實你看到它有一個狀態 我們稱之為Trace的狀態 你看到在上面 例如你要寫字 你看到大腿有一個字 你看到我的打法字 代表現在已經可以了 它已經均勻 我們可以… 譬如正常做其他番茄 例如放精油或乾花、乾草 就是這個時候 就是這個時候撒在這個位置 對…因為它夠稠 所以可以保持食物 而這次我們要做一個 沒有味、沒有色、沒有顏色的番茄 所以現在就可以入露了 即直接放進去? 對 好 我看見Aaron,我們已經換了一個帽 是否我們可以下帽 對,因為現在狀態還不錯 所以就像做蛋糕一樣 下帽,我靠你了 即是這樣倒進去嗎 對,倒進去 大概可以倒到五至六塊 你可以打斜地倒進去 好緊張,待會倒閉完怎麼辦 可以,很漂亮 你可以不能倒到滿了 只剩下一點位置,給它一點空間 因為其實這四星期當中 它還有一點反應 有一點讓它膨脹的空間 即是它的尺寸會有一點改變嗎 有一點改變 首先今晚,它要一天後才能退露 當中它會再有熱力產生 它就會比較膨脹 之後,我們退露後 其實正常四星期就要浪漢 浪漢後,要將它裡面的水分 蒸發走一點 同意將它的化合過程 再做它 令它的油和鹼完全混合 成為一個繁簡 變成金油,再加上起泡的繁簡 即是放一天後 我便可以脫掉模型 然後再讓它慢慢醞釀一下 對 粉紅好像差不多 好 倒進去吧 我覺得我自己好像在做月餅 剛好,可以嗎?我倒可以嗎 可以… 這個繁簡… 這個模型之後我們會放在這裡 等一晚後,我們會再退露 我們要等四星期 等四星期才喝就行了 我想問有沒有完成 因為我覺得四星期等不及 由於時間關係 當然,我預備了一塊給你 太好了 這塊也是用同樣的方式 你用它們造成的繁簡 然後再加上印刷就變成了 我們在工作室會有ABCD 你可以取代自己的名字 這樣也可以 那我們的繁簡就完成了 謝謝Aman 看看 是 它的過程比我想像中複雜 因為繁簡向次是一個… 很便宜就可以買到的東西 但原來它的過程就像做蛋糕一樣 它的工序很多 但其實它的功能也很多 但它的價錢其實可能 未必真的反映到 一個繁簡的功能和需求 因為它有便宜有貴 所以接觸多了之後 就知道原來繁簡這件事 是多麼重要 這個其實是一個礦香瓶的花草工作室 其實桌上有不同的乾花和乾草 待會用你的創意 可以將乾花和乾草放進去 最後會將你選擇的礦香油倒進去 成為你自己的標本瓶 就是我自己的設計 對,這是你自己喜歡的 通常會有不同季節的花草 可以自己設計一個很特別的裝置 可以放在桌上或房間 這些是本身的味道有嗎 其實也沒有甚麼味道 當然是芬衣草 例如手上有些芬衣草 也有它的味道 但其實它的味道未必會這麼大 可以放進去,即是抗香出來 我主要是靠抗香油來散出來 即是一個很正常的時間 讓你在自己做的創意 做一個興奮瓶 好,那我就發揮我的笑語 第一步是否要選擇了瓶 對,首先選擇瓶 我們有幾款瓶 當然難度高一點的 會有一個比較小的膝蓋 就要… 要這樣搖嗎 對,要比較小就難做 不過它比較扁,你可能不喜歡 另外,可能會比較高 你就可以拿一個鉗 用鉗的花束放進去 我個人很少向難度挑戰 所以我選擇這個 好 有一點變化,而且可以看到東西 可以,你可以看看怎樣放 當然,我跟參加的學員都說 不要貪心,就甚麼都放進去 就像去抱飛 你甚麼都放進去,未必好看 可能選擇同樣色系 或者你組裝了一些東西 才放進去 可能會比較容易 我選好了,我選了這個 好 我喜歡比較清淡的東西 還有,你放的位置也會有影響 因為放進去後就很難改變 所以你想橫置放,放在哪一邊 我這樣好像放了一條蟲 好像有點差 是否加點花?是嗎 可以的… 你這樣放進去還是反過來 你怎麼放進去,你的分數 你這樣說一定是反過來 好像比較漂亮,可以向上 其實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 我放進去就是 對,所以你要慢慢放進去 可以移回它的位置 其實你當它是標本屏 可能放進去不同的東西 可以有不同的層次 有不同的顏色 你這個很漂亮 所以可以自己去設計 好,那我們再選一個 是這個比較配嗎 還是有些顏色 我會選這個 我覺得比較特別 這個顏色也配合 然後… 這個東西也… 也大粒一點 對… 你放進去時會變得有主體 有不同的層次 掉了 多做一個 可以嗎 所以用手 鉗最重要是幫你塞進去的位置 用手也不錯 用手會方便 假裝… 好多了 對,然後才塞進去的位置 對 這個真的要靠你自己 有沒有藝術天分去做這件事 對 我多數叫學員 可能抽出你想要的東西 然後先放在桌上 你會感覺到是否想要的東西 才再放進去 這樣就會更好 是否很少學員像我那麼隨心 這些都是創意之一 我的人專門歪在裡面 其實也不錯,我覺得不錯 它的顏色也有點紫紫 我決定要放高一點 這樣是否比較漂亮 對,可以的… 那我們下一個步驟是怎樣的 就是把礦香油倒進去 當然要慢慢倒 如果你太大力地沖下去 可能就會移動到機位置 我們這個精油 是否平時都可以選擇的味道 對,平時都可以選擇的味道 現在這個有茉莉花、佛秀甘 還有炭香的精油 全部都是用沒有人造香精 來做過香油 我覺得這個… 譬如我用完的精油 我覺得也可以做一個狀食品 對,絕對是 對 剛剛好 這個味道很香 很女性,很清香 對,因為是茉莉花 所以很配合女生 到時你可能把芝麻插在裡面 就可以做一個抗香 即使不是,可能要蓋上蓋子 放到一個很漂亮的裝飾 好 這個抗香油就大功告成了 謝謝… 創立了品牌這麼久 有特別的意外收穫嗎 也有,除了作為生意外 我覺得成功感很大 因為當中你會看到有些朋友 或是客人 他試過一些產品 他真的改善了皮膚問題 或是他真的找到一些東西 適合他使用 其實那個成功感 我想是比買到一件產品 賺到的錢更大 有遇過最深刻的顧客嗎 我想最深刻的是外國的顧客 因為他們之前來PMP位 來香港玩時買過一些產品 他們反而回到英國 回到德國之後 他就叫我們再傳產品給他 然後我也問他 你不是在那邊也有很多天然 或是手工蕃茄或是天然的產品 他說也有的 但我覺得你們的產品更好用 這就令我很深刻 原來我以為外國的東西 是做得很好的時候 原來其實他們也很欣賞我們的產品 創業了那麼久,有否最想感謝哪些人 首先,我要感謝以前的伴侶 可能由他開始 他也教了我很多東西 例如怎樣做蕃茄 或是怎樣做一些產品 其實也學了很多東西 也要感謝PMPQ 因為他成就了我可以開到一間店 可以用便宜的租金 或帶我們去認識其他市場 我想第三個就是要感謝自己 其實堅持也是一個難的 中間已經經歷了11年 我要慢慢從自己原本的職業 到這裡交換 也是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我覺得自己也要讚賞一下 未來有否有新的計劃 可以透露給我們的觀眾 其實我想多做一些改善 例如你可以選擇自己的香味 甚至可能你自己調整自己的香味 可以用在產品當中 或者可能在產品當中 可以選擇一些精華 可以特別針對你的皮膚 這也是我想去做的事 有否有些錯顏液的提示 可以分享給我們的觀眾 其實最重要是可以熬 因為錯顏液可能由… 無論是製作、製作、會計 甚至搬貨也要自己下手下 初初的時間 你未必會這麼快請到別人幫忙 你自己真的要甚麼都要懂得 甚麼都要肯去做 然後才可以開始到一個商業 可以說是一手一腳 努力自己做好 感謝Edmond今天的分享 希望你們的店舖 推出更多不同的產品 給不同顧客 這兩集跟Edmond談完 聽著她說一手一腳 創立自己的手工鑑品牌 真的感覺到那份滿足感 很有限時 別想要做到很多 想要算 我先聽到ult 人生 我今天聽到 好,再見